而针对自己民宅他县呢 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他是在爆料了 机态大直起造还有承造监造通通都有问题 高嘉瑜就说不止机态的负责人陈世民 在马市政府的时期呢 是当过了都市计划的委员 设计人还有监造人居然都是同一个 也就是王德升 高嘉瑜就执意说啊 这根本就是求援兼裁判 更起底这位王德升的背景 发现呢他其实是待过了台北市的监管处 高嘉瑜就要求现在市府应该要彻查 有没有内审通外鬼 机态大直建案他现在内湖737上的机态壁湖 也被民众检举了9次 说这边的检疫违离不符规范 但民众说市府前8次的回应都是要求厂商改善 但目前都没有看到成效 所以这8个月以来民众不断的提醒 不断的告诉建商不断的告诉市府 难道都没有人去看这些监测资料吗 如果今天真的是因为有门神 朝中有人官商勾结 才导致这样子的一个严重的疏失 那不只是建商有责任 市府更是有包庇的责任 中国向市府投诉都如打水漂 港湖立位高嘉瑜起地 原来机态建设董事长陈世民在马政府时期担任过都市计划委员 担任设计兼建造的王德升更在台北市府建管处当过科员 他有没有因为他过去在建管处的关系而利用这一层的关系去协助机态 在这过程中当民众陈情当有争议当监测资料有问题的时候 不断的去包庇跟掩饰 但民众陈情零碎出具安全证明的监造人碰巧就是建商找的设计人 高嘉瑜说自己也难取得当初的安全鉴定书 建管处到底在隐秘什么 不敢让大家知道说到底当初这份公文的依据是什么 原来依据就是因为机态建设自己找的技师 自己找的监造自己人当然求援兼裁判 那如果民众不服的时候 这时候呢必须要由民众自行负担费用 来找第三方公证单位 机态大值预售最高一瓶一百四十四万 机态壁壶一瓶也等一百零七万 工程品质却已经被打上问号 那个已经登出来了 那个没有什么信用了啦 没有什么好关系那离那么远 临近住户看发两机店机态承造商服役营造 也才刚因零损案遭提告球场一千五百万 市府得赶紧补破网 避免再出现类似情况 这是朝天赵国锋采访报道 我们刚看到家人都已经回到了身边 但受灾户就非常想问他们往后的日子到底要怎么过呢 昨天北市府是对机态申请了首波的假扣押之后 今天他们也向受灾户说明接下来的球场办法 不过受灾户们都很担心 竟然扣了六千万之后 机态还有可能会面临到百亿元的赔偿 他们真的赔得起吗 会不会就直接恶性的脱产倒闭了 所以律师就要建议大家 最好是要把机态建案的负责人建筑师 配合的营造商 甚至是北市府都要列为被告 才有可能会拿到赔偿金 机态建设施工出包 造成两百多户人无家可归 接下来受灾户该如何求偿 市府法务局向住户说明最新警度 我们的想法是最好是得到补偿 住户还是忧心忡忡 虽然周六晚间市府已赴北院申请假扣押 机态财产六千一百九十五万元 但由于业者态度持续消极 不排除第二波假扣押会破一元 这个还没有办法确定 因为要看看他们的受损金了 这是必须要由住户提出来 毕竟虽然先扣了六千多万 但机态接下来面临的恐怕是数十亿的求偿 这波风暴称得过吗受灾户也担心 接下来机态建案恐怕没人敢卖 财务肯定陷入危机 从跳票到恶性倒闭 不是不可能那住户不就等于求偿无门 就怕告赢人拿到的赔偿也有限 有律师建议住户要紧记一步二要 机态的合作意向书千万别欠 不只要假扣押负责人 建筑师土木济师等人的财产 除了他们最好也向北市府列为被告 才有可能拿到更多赔偿金 所以其实是会建议包括承办案件的建筑师 设计的这个建筑师事务所 又或者是承包的这个营造商 本身可能都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也都可以来列作求偿的对象 除了受灾户购买机态 其他预售物的民众也是潜在的受害者 但要退订却几乎不可能 消机会也呼吁政府尽速修法 每一位受害人都要该负责的人负起责任 接着菜节鱼肉为台北采访报道